那里那里 那里有一条 好漂亮 好大的鱼 记得把鱼带上 你 你死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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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经常考鱼 以前上山采药的时候 忘了时间 就会烤一些蘑菇啊野菜什么的 方法应该差不多吧 肯定好吃 韩家没有人管你吗 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身边了 我爹也对我不闻不问 之前我脸上瘦了毒疮 徐夫人也不让韩府的人跟我太亲近 你不恨他 我爹都对我不闻不问 他也没有什么义务对我好呀 你这个人 想得倒是挺通透 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 要是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 那就不用火了 再说了 我一个人也习惯了 也许我天生没有人缘吧 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 所以我特别羡慕殿下你 羡慕我 你有一个特别疼爱你的母妃 就连唐离那个炸炸呼呼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人 都对你那么敬重 说明你很有人缘啊 人缘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这么说 说明我眼光独到呀 对了 对了 那个宁静跟唐离是什么关系啊 宁静是我师父的女儿 我和唐离小的时候 去云空学院求学 那个时候 宁静就喜欢缠着唐离 原来是云空学院的大小姐 对了 烤好了 我快尝尝 我不饿 你先吃吧 你看啊 今晚的星星特别亮 殿下可能见得不多 分辨不出来 我小的时候我娘跟我说 每一个去世的人 都会变成一颗星星 守护他生前最心爱的人 母后 殿下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为什么去山庄 但是我真的只是为了采药而去的 等我把你抓到雨泽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可以吗 我发誓 我绝对不跟别人说你去过那里 好 太好了 殿下真是英明睿智 宽厚仁德 天下少有 我 如果你不吃鱼的话 我去给你找点其他的 你伤还没好 还是早些休息 别乱饱了 没事 我去就回 我 也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再一点 记起从前的一滴 一点 不认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会在你的心里面 你为什么帮我挡箭